全美通膨持续走缓 美国联总会一如外界预测 宣布升息一码 继续放缓升息脚步 外界关注台湾如何因应 随着美国放缓升息 激励美股收红 其中费城半导体指数 大涨超过百分之五 接连带动台湾股会齐扬 二号台股继续上工 开盘一万五千五百零八点八三点 中厂收在一万五千五百九十五点一六点 大涨一百七十五点零三点 随着台股走升 加上外资回流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同步进阳 以二十九点九元开盘后 汇价持续走强 盘中一度攻破二十九点六元 创下二零二年六月以来 近八个月的新高记录 收盘仍站稳二字头 收在二十九点七元 升值二点六角 如果美国股市能够续涨的话 那么第一点 对于台币的升值是有帮助的 然后也会吸引外资 在持续的回流 这样对我们台湾股市 当然会造成相当大的激励作用 那可是反过来讲万一美国股市 在短线上又出现一个 比较严重的回档走势的话 那我们台湾股市恐怕要 要再度的陷入一个整理的格局 专家预测接下来美元将持续走弱 吸引外资回流 其他非美货币表现强势 而台股渴望到地际 维持震荡走高格局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